8.1就说了我们如果要有电流的时候,就要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Source of Electrical Energy 第二个就是一个Closed Circuit,一个闭合的电路 有这两样东西的时候,电流就会出现了 电流出现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8.2我们就探讨什么叫做Electric Current 什么叫做电流呢 电流,电流就是顾名思义一个电的流动 电的流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一下一个Material 就是一个Atom面的结构,为什么会有电子这个东西呢 认识一下什么叫做Atom了 What is an Electric Current,网红红色字 Matter is made up of Atoms 所有的物质、材料都会由Atoms很小粒很小粒 慢慢聚在一起而成立的 我们身体都是一些Atoms,很多不同的Atoms组成 Atoms consists of Nucleus,我们中间有一个核 然后周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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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Delocalized, Unlocalized Electron 它不会只留在一粒atoms上面 它可以自由地移动 我们很简单称之为 它叫Free Electron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atoms 所以它可以在atoms中间自由流动 你看到绿色箭嘴的绿色这些 可以自由动动的 在里面 These Electrons are called Free Electron 可以自由动动的电子 我们叫做自由电子 好了,再看下去了 Metals就是这样 一些金属就是这样 如果Lon Metals就是非金属 Lon Metals have Low Free Electrons 没有任何自由电子 所有atoms,所有electrons 只是围绕着atoms自己转 它不会share给其他atoms的 所以就没有Free Electrons 没有自由电子 可以不可以 但是它自己有电子的 atoms上面有电子围绕着它转 但是它会不会转出来和它share呢 很沽寒 不和你share Low Free Electrons in Long Metals 非金属就没有自由电子 例如就说呢 Wubber Band 一些塑膠 一些塑膠 好了,我们看一下电路了 如果我们没有Dry Cell 拨着它是一个Open Circuit 可以不可以 是一个不是闭合电路的时候 It's not a closed circuit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算我拨着个Metal Wire 在这里 里面有很多Free Electrons 在这里 但是我没有电子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们很自由地移动 四周围移动 可以不可以 当它四周围移动 我们就会叫做Free Electrons moving Randomly in all directions 不同方向自由流动 因为它没有一个电池 好了,如果有电池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呢 Considering a Metal Wire connected to a Dry Cell 我有电池在这里了 All Free Electrons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s 电池就好像法浩斯灵那样 我现在叫你全部一起 同一个向右走 所有Electron 就会同一个方向走 好了,当Electron 当一些Free Electron 是全部同一个方向移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就称之为 这个就叫做Electric Current 当电子在同一方向流动的时候 这个就是Electric Current 是电流,电子流动 好,再看一下 The Free Electron flow from negative pole of the Dry Cell to the positive pole 电子,电子,Free Electron 在哪里流出来啊 在负极流出来的 Legative pole流出来 经过灯泡,沿着电线 经过电线,沿着红色线 去回positive pole 因为电子我们说它是Legatively Charged 电货是带负极的 所以它会在负极出来 负极出来之后 负会被正吸引 所以就吸引了去电池的正极那里 就是这样 所以电池可以 接电子由一个位去第二个位 由负极流向正极 逼它们去同一个方向走 就是这样 我们称之为这些 Free Electron的流动 The Flow of these Free Electron forms and Electric Current 电流就是这样东西了 电流就是代表 所有电子在同一个方向流动 就会产生电流 那我们电流 因为很难想 很难visualize这件事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见不到电子的嘛 肉眼见不到 那我们用一些比喻去比喻 什么叫做电流 我们就会用一个 Water Boom Water Turbine Water Pipe 一些水管 水泵 这些 去形容这个Circuit Water Turbine 那些水 经过它之后 它会移动的 那我们会称之为Water Turbine 是灯泡 行不行 它移动就会认识 转会认识光 然后这些水管 就是一些Wire 一些电线 水流沿着水管转 那你无缘的水不会自己懂得流动的嘛 那我们要有一个Water Pipe 给一些能量的水 那就是形容着Dry Cell Water Pipe 就是形容着Dry Cell 行不行 所以我们可以fisualize 那些水流沿着水流沿着水 那些水推动的Turbine Turbine会动 然后那些水返回Water Pipe 那就是一个Closed Circuit 我又有一个Source of Energy 那就等于我们的Dry Cell的系统一样 行不行 那我们容易明白了 用Water System去讲的时候 给个小终结大家了 Metals have a lot of free electrons 金属有很多自由电子的 非金属呢 就没有自由电子的 The flow of electrons in the same direction from an electric current 同一个方向流动的电子 就会形成电流 行不行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Before electrons were discovered the electric currents were flawed to be flow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那我们会学两样东西的 一个叫电流 还有一个叫电子流动 因为以前那些人 未那么快observe到电子这样东西 因为电子很小粒 而且很难观察到 那以前牛敦年代15度度年的时候 那么多年前 三四百年前 那些人怎么形容电流的呢 他们就说电流是由正极流向负极 那他们以前的假设是这样 但是近年代发现了 电源原来是负极的 那所以现在教你两样东西 电子呢 就是由负流向正 因为电子是负极 负和负就会反弹 弹向正极 那旧时候 我们牛敦年代就说电流 电流会是怎样呢 current会是怎样呢 会由正去负 他们假设出来的 行不行 所以分清楚什么叫电流 和电子 移动 行不行 只有两样东西 千万不要混淆 好了 怎样去量电流呢 电流我们怎样去量 难道用肉眼在那里数 一粒通过 两粒通过 三粒通过 不是的 我们有个标的 叫Amitter 安培计 OK 安培计我们会有个 unit给他计 有个单位的 括号一个大阶 A 就是这样的 一粒 puisqu ur 扫 也许 compound 有年人资 低下 这个电流 负极就迫下去负 如果迫错的时候,针就会调转方向伏 零之后再向另一面伏的时候 就是说你看看这个绿色针 正常迫的时候有电流就会向这一面伏 如果你迫转了迫 这支针就会调转方向伏 一伏的时候就会断针 因为没有位置给它伏 所以记得 We should always connect the red terminal of the emitter towards the positive pole 正迫回正负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上课跟你慢慢继续 你会更加异明的 行不行 那当然如果你多接电 就会更大一些 When electric current in the circuit become larger, the brightness of the bulb increase,越大电流的时候 灯膽当然就越光了 ok吗 小终结 我们用emitter去调电流 那个单位是什么 那个单位是大加A 如果我代用一些很小的电流 就除1000倍 除1000倍 会变成m,a 小加m,大加a 就是这样 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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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有点